哈喽 大家好 欢迎来到Handyman2U channel 我是马西瓦 今天我要跟大家分享 怎么样拉2gang 1way的Switch 如果你们有看上一期的 1gang 1way Switch 我提到了 怎么样从一个blocktop 拉电 去给Switch开关 来控制灯 或者是风扇 之前我在这间Store Room 我打算拉4张灯 因为之前是用blocktop来开电 我要把它换成 普通开关的Switch 我是打算这两盏是一个Switch 后面那两盏是另外一个Switch控制 现在你可以看到的就是 这个灯已经拉好电了的 然后它已经是亮着了 这右手边的灯 它也是拉好线 可是我还没有上面connect 所以现在我们看看 这个线是怎么样connect的 所以这里 就是从那边过来的电线 然后我用3Core这条电线 就是从那边灯 要过来这里拿电 的那条电线 如果我把这个电线 插下去的话 这盏灯 它就会亮 这是通过一个One Game One Way Switch 来控制开关的 新的那一盏灯 我会拉新的Wiring 来给新的Switch来控制开关 不然的话 它就会一开就一起开了 所以现在我们做的东西 就是要从这个Point这里 拿它的黑线 拉去新的灯或是风扇的Point 从这里看到了 它这里有两盏灯 然后这里是Original灯 这两盏灯是一起开的 这个就是第二个Switch来控制 所以等一下我们把这两个connect在一起 然后从这里拉那个黑线 去到这个新的灯的位置 我们先把黑线 拉去新的灯的位置先 这一次Wiring呢 我会拿去扩来拉 只要快一点 可是如果你是拿三条单线 也是可以啦 没问题的 就看那个场地的需求是什么 刚才我用Cable Puller 已经把它穿过来 到T Junction 这里了 所以Cable Puller Wire Seed 是在这里 然后我们继续穿过去 一直到Switch 在穿那个Cable Puller之前 我们先把这个One Game One Way Switch 拆出来 所以那个线 我们就可以从那边抓住那个线 一瓶 哇 终于穿到了 这东西终于穿出来了 所以现在我们要把红色的线绑在这里 把它拉回去 到这个中心点这里 我们才可以关在那个线 最重要的就是一头一尾要绑好 然后我们这里拉回去了 其实拉这个线绑对吗 你用硬的这种红 它是比较好拉的 如果是软红它就没有这样好穿 可是有方法拉 你就要敲下敲下还是怎么样 然后我们在每个线这里 我们要把这个线绑拉 要拉给它预长一点点 所以你就比较有活动性 如果你是好像这里这样子的 你手指这样子拉 比较没有这样容易拉 所以这是刚才我用Table Puller 拉的那条红色的绑 这条红色是什么呢 这条红色就是在这个Swiss这里 一开电 它这里 它这条红色就会有电了 这红色要去哪里呢 这红色就要去后面的这两盏灯 然后刚才之前我是在这里我拉了一条 这是去新的灯的红色 然后这个就是给电灯的红色 然后这个就是从那边来的 这个红色的红色 这两个是一起的当然 所以等下我们要做的东西就是这个 我们要connect它的黑线 还有connect它的青线 这一部分就是最头痛的那个部分 其实平时不是这样子拉的 因为我的材料不够 所以被逼要这样子拉 然后它们通常就是 你看有没有一个central point 来connect wire 这就是central point 这我叫着 因为它junction全部集合在一起的地方 不然就是在灯那边弄 灯没有在那边弄是为什么 因为这种灯它太薄了 我们把青色合在一起 然后把蓝色也合在一起 蓝色就是neutral 可是红色就不要合在一起了 我们要懂哪一条是哪一条 做marking是很重要的 红色的话 新的这条 跟去那边的connect在一起 从swiss来的红色 然后这个是去灯的 我们把它连接在一起 剩下这个就是这里这盏灯的红色 所以我们把它tap过去 它就会亮了 其实 可是before你connect这个 你先把电先关掉 安全起见 现在我们基本上是拉好了 加了neutral wire 还有那个青线 我们已经从这个中间点这里 拉过去这里了 所以我们要从这个位置 分给左边还有右边 给这两个灯先 可以把灯的红色的红色 就会这样一点 在这里 我们再把灯上去 还有一个灯的红色 所以我们现在在灯上去 我先把灯上去 我们把灯上去 然后把灯上去 和灯上去 然后把灯上去 也好 然后把灯上去 最后我们就要看这个Swiss这里 上一节我也提到这个One Gang One Way One Gang One Way的背部它是有两个 所以一个是Com 一个是L 所以这里有一个开关键 它是两个键盘的 这里叫做Two Gang One Way 它跟One Gang One Way有什么分别呢 就是它后面这里它是多一排的 所以你看到这里这是我新拉的这条线 我先把它剪短先 这个就是之前的One Gang One Way 一个是Com 一个是L1 L1就是Supply电给你灯或是风扇的那条路线 然后Com就是Incoming 像我们看的就是这个Switch 然后后面也是一样 它有写Com 它有写L1 所以Com就是Incoming 所以我们有TestPan 你读到有电的地方 我们就插在这里 然后这个就是第一盏灯 然后这个就是第二盏灯 然后这个的电就过来这里 首先我们拿一条Wire 我们就把它剪一小段 然后两边要抹皮 然后两边抹皮 两边抹皮了后就 弄个U-turn形状 这样子啦 很可爱的一个U形状 然后我们要把它插进去咯 把它插进去这里咯 这个把它先锁紧 这我们插条电的Wire 把它塞进去 然后才锁紧啦 然后剩余的两个类就是 看咯 给你的灯还是风扇咯 讲不同的开关咯 就是在这里咯 我要关电咯 这个Wire 它是去灯的 所以我先把它插在这里先咯 把它插进去 然后帮它锁紧先 这是第二个灯的Wire 我们脱了 我们把它关系来这里咯 我们把它关系来这里咯 然后现在我们剩下这个 有Live的Wire了 之前我们关系它啦 我们要先关要总电先咯 关的话就比较麻烦一点 所以这个有Live的Wire 我们把它插在这里咯 然后两个合在一起 然后两个合在一起 再把它上锁咯 我们把它锁回去先 先开总电了 我们再试一下 拆了总电了 现在我们试一下 很好 所以这个就是怎么样弄2Gang1Wire的方法啦 我希望今天的影片能够帮助到大家 这个就是怎么样连接2Gang1Wire的Switch啦 在COM的Switch那边 如果你要连接两个Button 三个Button 或者是四个Button都好 你就是从COM那边 U-turn 再U-turn 再U-turn 这样子过去咯 可是先关要Main 然后你才关系啦 至于黑线的方面咯 就是从 最靠近的黑线咯 你就拉过去你新的 灯或者是风扇那边咯 新的Switch的Button 不管你是2Gang还是3Gang 就好 就是从你Switch的地方 开始拉线 拉到去 你要 那个灯或者是风扇的那个位置 然后那边 supply点给它咯 黑线就是 在附近那边 就可以咯 就是这样子咯 今天你所看到的这个地方 往这样子拉 通常咯 他们是怎么拉咯 就是从那个灯的point那边 全部tap过去 然后从那边开始拉 拉到去新的地方咯 今天我这样子做 是因为 那个灯我用的原子灯 它的casing太薄了 所以Wire是塞不进了 就没有这样多 多余的空间咯 所以咯 我们要做的东西就是 最靠近的那个junction box 就是Wire的中心点 就在那边connect咯 要保护好Wire tape 怕等它走电还是怎样咯 会锁到然后跳电 一般上咯 我们的做法咯 就是把那一堆Wire 我们拉到去灯的位置 所以我们checkWire的时候咯 我们就知道咯 这个灯 那个灯 然后可以知道什么问题 所以你不可以在中间的位置咯 这样子connect 因为你自己才知道 如果你是给了下一个屋主 还是下一个弄电脑的话 他们未必会知道 那个电的connection 有问题了 所以为什么一定要在灯的位置 或是在junction box上面咯 来connect好我那个Wire啦 如果你喜欢这种DIY类型的影片咯 装修啊 makeover啊 怎么弄家里 不知家里之类的咯 你可以考虑subscribe handyman2you channel 然后打开旁边那个小铃铛啦 所以下次我有新的影片咯 你就不会miss out啦 好了 谢谢你们的收看 我是马西王 所以记得留守下一期的handyman2you channel 我们下一集再见 然后这个就是第二个 什么 啊还要给我结尾不可以了 记得留守下一期的handyman2you channel 我是马西王 我们下一集再见 我是马西王 记得留守下一期 F*** crow Stupid crow